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感情不错 所以暂未有结婚的打算 却也算彼此认定对方是自己另一半 这种情况下 汪明明忽然被花花公子杜兆辉看上 他心里并不愿意 但杜兆辉让人叫他来 他却不敢不来 一般的豪门阔哨也就算了 杜家可是有社团背景的 到了1986年 社团力量在香港仍然猖獗 汪明明一个女明星惹不起 就说他知道的一个女星 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 被黑帮的人绑走强暴 还拍下过程 事情闹得这么大 女星是整日躲在家中不敢出门 报警也找不到凶手 还得自己花钱把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买一下 尸身又破财 还被人握着把柄不敢吭声 这就是香港黑帮的力量 杜家据说是洗白上暗了的 汪明明也不敢赌 如果杜兆辉真的看上他 他该怎么办 是陪杜兆辉一段时间就当被狗咬了 等杜兆辉没了兴趣 再回去和男友解释求原谅 还是冒着激怒杜兆辉的风险 拒绝对方呢 乐风是劝他接受 娱乐圈的人就是如此现实 拒绝又不敢 不如趁机多捞点好处 汪明明在车上纠结 之前灭书的保镖走过来扣扣车窗 汪小姐 对不起 大少爷忽然有急事 只能改天再约你了 我这就让人送你回去 乐风好生失望 汪明明却松了口气 没有关系的 自然是杜兆的正事要紧啊 最好是一辈子想不起来约他才好 汪明明不愿对杜兆辉献身 然而杜兆辉真的看上他的话 出于女人的虚荣心 他也有隐隐的得意 他可是比杜兆辉大了好多岁的 这难道不能证明他的女性魅力吗 汪明明和乐风离开不久 杜兆辉的车也离开 直奔中环而去 他是一路绿灯直上公司 港媒小报都在八卦他和杜兆姬的争产 就算杜兆姬的心腹 这时候也不敢跳出来揽他 不让兄弟俩见面 要被杜董知道了 就是挑拨离间的小人 谁也不敢背着这个名头呀 杜兆辉忽然出现 吓紫玉吓了一跳 幸好杜兆辉看都没看他一眼 镜子走了进去 秘书室不知道谁说了一声 二少在开会 杜兆辉回头一看 是个长得清秀的女秘书 杜兆辉吃笑一声 碰一声推开门 杜兆姬的几个助理都不敢硬拦着 秘书室的靓女们更不敢得罪他 刚才说话的是叶小琼 他不是傻大胆 他只是已经站到了杜兆姬一边 就不会立场摇摆 二少身边这么多人 他要让二少信任难道还要含糊态度吗 叶小琼已经拦在了办公室门口 您可以稍微等一下吗 二少在开会 杜兆辉抬起头又落下 他凶名在外 这女秘书居然不怕他 这个就是最近得到老二看中的女秘书 夏子玉那个蠢货 难怪斗不过这女人 这种时候怎么能退缩 他应该冲上来挡在门口 哪怕老二走出来会第一个骂挡着的人 内心里绝对会认为这种手下值得信任 那蠢货生怕在别人面前露出痕迹 居然远远躲着 演戏都要交 是不是忘了送他去TVB艺人培训班进修呀 杜兆辉和叶小琼正僵持着 杜兆姬亲自开了门 让所有人都出去 这是我大哥 我们都是杜家人 大哥想何时来公司都行 杜兆姬看了叶小琼一眼 你下次再做这种事 就自己去领薪水 办离职手续 叶小琼低头称是 并不在杜兆姬面前辩解 兆姬啊 爸爸说你上班太过辛苦了 叫我来接你下班 话说回来啊 你那个女秘书好凶啊 还是开除算了吧 哎呀 开个玩笑 不要当真啊 那 我的车还停在门口 你要是再不跟我下去 他就要被警察拖走了 杜兆辉纯粹是恶心人 杜兆姬面色不改 我马上就走 他马上改口 让叶小琼去领了薪水回家休假 何时上班 等候通知 杜家两兄弟走了 秘书室的人拍着胸口都说吓人 也有人幸灾乐祸 认为叶小琼这个休假多半没有回来的机会 想要出头想疯了吧 二少和大少合不合是一回事 谁也不能把这件事摆在面二少 有什么好拦的 难道大少还会冲进去将二少杀了 叶小琼不想和其他人争辩 自己收拾着办公桌面 夏紫玉一咬牙 主动走上前 你别担心 二少多半是做个样子 过两天你还会回来上班的 叶小琼点头 谢谢你的安慰 夏紫玉冲他眨眼 谢什么 我们都是大陆来的 当然要互相照顾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人瞧不起咱们内地人啊 没办法 为了在公司做得长久 我还要和他们虚与为宜 你就好了 一来就把二少弃重 虚与为宜融入公司 叶小琼眨眨眼 难道不是靠在老板面前露脸 让老板看到自己的能力 才能升值加薪水吗 对于夏紫玉的示好 叶小琼嘴上感激 心里却很警惕 他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容易相信人了 轻信别人的话尝到了苦果 叶小琼无力承受第二次 同事就是同事 大家一起工作 却是竞争者 如果他想交朋友 不可能在公司里找 叶小琼心事重重 就算二少想保我 我得罪了大少 以后在公司也艰难 我先回去等候通知吧 夏紫玉一脸同情 陪着叶小琼下楼 刚才杜赵辉嫌弃鄙夷的眼神 让夏紫玉明白他做错了 他应该像叶小琼那样站出来 错过了一次在二少爷面前加深印象的机会 夏紫玉十分心痛 但他还有别的机会 明天他就会直言相见 在二少面前替叶小琼求情 夜晚的维多利亚港非常漂亮 灯火璀璨 香港的繁华能一览而尽 唐元月邀请夏小兰共进晚餐 浪漫的气氛才刚刚制造出来 就被不速之客打断 唐元月偶遇了两位朋友 两个衣着光鲜的女人 一个大波浪 另一个是俏皮短发 两位女客人定了相邻的座位 看见唐元月和夏小兰似乎一点都不吃惊 我今天给餐厅打电话 他们说唐大哨专属的位置已经预定了 我只能推而求其次 盯到旁边的桌子 这位小姐您好 我是元月的未婚妻 翘了一短发的女人 一点也不带脑意 笑着介绍自己 夏小兰可惜地看了一眼盘子里 刚刚吃了三分之一的牛排 这戏该怎么接